稍微壓 它會比較三角形 但不能太大力 太大力會走掉 我會這樣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左右是對稱的三角形 然後因為它耳朵真的有點旁旁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稍微用力壓 你看它這邊不會是直的 大概會是這個形狀 你看一下 是因為捏的時候 我們捏完之後 壓的時候不要太用力 對不對 雖然我剛剛說用力一點是為了它吐 吐一點點 但是你看它多捏幾次會有縱橫 對 就是細節的部分 那我現在要做頭上這個 我就要把它捏一個 我一直這樣 你再捏一塊 然後細細長長 然後一邊放的時候繞圓形 嗯 它就可以做出頭上這個 一樣 跟這個一樣 中心點先做 再做左右 嗯 左右才不會不平衡 你可以先做 細長 那你錯的時候要盡量檢查 不要有皺紋 這樣子 然後它前頭如果細細的這一張 剛好這個圖是沒有關係的 嗯 然後你就是這樣子 在手上 嗯 看你要轉喔 看你要多大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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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捲的比較粗啦 你這樣可以捲細一點 嗯 大概是這樣 這種感覺 嗯 轉的時候你手可以這樣轉 嗯 它是它中間是空型的 嗯 然後就這樣轉 一邊轉 嗯 那記得下面扣的時候 不要用力壓它 嗯 我最下面都有手指頭要放鬆 嗯 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中間是空型的 嗯 大概這樣 大概是這樣 嗯 細長這樣 可是我現在做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嗯 嗯 嗯 這個就很簡單 嗯 可是它是平的喔 它就是 比較沒有力 對 然後記得縮圍的時候啊 要貼 然後看你是要藏進去還是 像這一個是貼的 嗯 是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沒有那個 就是 這比較平 對 如果突出來比較好看 因為你看平的會比較沒有力氣感 嗯 對 這個稍微這樣壓 壓它一下 記得我手要放鬆 不能用力捏它 如果你是這樣拿 如果你是拍這裡 我一開始會先這樣 嗯 因為這樣子是 最不會讓我的球變形 嗯 對 或是把它用圓 就不要讓它有一個角在這裡 嗯 然後我現在把耳朵貼 左右對稱 好 我真的把耳朵都還要在這裡 我現在把耳朵給你 那邊 那邊 你把耳朵都還要在這裡 我先把耳朵都還要在這裡 然後這樣用黑色的 這樣可以 黑色的眼睛那個 我只能找燈光 謝謝 這樣比較不會碰到 然後接下來是耳朵嗎 耳朵 你耳朵貼差不多 我一般耳朵先不會貼 如果我就要做這個 我先把所有東西塑形完 剩下捏黑色的 我就是用捏的 對黑色的 捏三角形 這是用畫的比較簡單 耳朵那時候是要給小孩做 這樣比較不要弄 我只是 老師這個 那麼多作品 你上傳也會 應該會不錯 可是 確實要比較長期 因為 這個前期都會沒什麼 有啦我IG都會發作品 對 這個是IG 不過我不知道IG 到底會不會賺錢 我只要捏一個部分 然後我是這樣把這個捏起來之後 我就放上來最上面 腳跟腳一定要這樣對齊 然後貼上去之後再輕輕量 腳跟腳對齊 對 就拿起來然後腳跟腳對齊 現在會比較難對 因為你把耳朵黏上去 一般會耳朵做完 然後全部做完才黏上去 嗯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 你現在手 就會用力 全部會變形 你要懂什麼 所以你做一個零件 我們真的是 像你如果去做什麼廚房 鍋子都要另外做 全部鍋子做完之後 等它稍微變乾 要不然你如果鍋子 你這樣放上去 它也是會變形 對 就所有小硬件都做完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時候 做完之後再用白腳 黏著都沒關係 好 手要放鬆 因為沒辦法就是手擋心 好 對 然後你看這個 我這邊手要放鬆 然後我這樣壓的時候 這樣 這樣 我這樣 捏它 為什麼 不知道要把粉紅色的地方做點 就蓋住 那腮紅不要太大 腮紅 我還有第一次這樣做 還蠻厲害的 要吃嗎 他現在開始吃一點 要吃嗎 要吃嗎 你應該要吃嗎 我自己說 要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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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上去 就在 腮紅旁邊 這個也有去上過課 大學 還是讀書那種不上表索 嗯 大學